接下来走上我们红胆的是景博然王嘉尔 欢迎两位 两位是以组合的身份来到了我们的微博之夜 来 现在我们的背景墙前拍照 好的 谢谢我们的媒体老师们来到我们的主背景前 所以嘉尔是手就全程不准备放开 OK 很多的媒体老师太热情了 搞得嘉尔不知道看哪里好 好可爱 OK 好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方便打扰 方便采访 OK 好 谢谢 这个两位是临时组的组合还是有什么样的计划 先来回答一下 大家 我们是年糕 因为新年 要粘在一起 新年就要粘在一起 对不对 希望大家新年越来越好 是这种感觉 对不对 所以两位可以互相评价一下对方今天的造型 今天的感觉 好不好 既然是组合出道 组合在微博之夜今天出道 我今天负责80后的优雅复古风 对 我今天负责 咱们中国90后的复古 一个80后一个90后 好的 谢谢两位的回答 两位其实在2019年都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 加上有音乐作品 然后金包也有这个风云这样的优秀的电影 所以2020年有什么新的工作计划能够跟我们分享 希望2020年 微博还有绿洲给我们多一点资源 谢谢 我的贱 是官方来要资源 对不对 所以说可能希望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看直播的话 我们这个微博的工作人员 还有绿洲的工作人员 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这个组合 年糕组合 也希望大家经常用绿洲还有微博 然后那个加尔的新专辑马上就要发行了 希望只是相关部门多给一些支持 然后景宝哥所有的作品 希望大家给最多的支援 好的 再次谢谢我们的年糕组合 来到我们的微博之夜 谢谢两位 希望今天两位能够玩得开心 谢谢 好 再两位走完我们红地毯的一刹那 组合瞬间的分崩离析 哈